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C-Shop面向对象编程系列课程 今天我们要讲的知识点是Lamana表达式 在讲Lamana表达式之前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匿名方法 在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委托 我们在这里定义一个委托类型叫做Act Cute 这个麦蒙的委托类型 它可以持有不返回任何类型 同时不传入任何参数的方法 那么我们定义了一个该类型的委托对象 这个对象呢对它进行复制 以往怎么复制的呢 我们上节课定义了一个猫猫的对象 一个狗狗的对象 并且分别把它们卖蒙的方法 复制给我们的委托对象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 我们并没有那样做 而是通过一个Delegate关键字 就像声明委托类型的关键字一样 Delegate声明了一个 匿名方法 怎么声明的呢 首先写Delegate关键字 然后是方法的参数列表 我们知道方法都有参数列表 这里当然没有任何参数 那么就写一个空的括号 然后是这个方法题 里面写方法的具体内容 通过这样的方式 声明了一个匿名方法 这是在C Sharp 2.0当中规定的 那么到了3.0呢 更新一步的加强 出现了一种叫做Lavana表达式的新的语法 那么这种语法呢 是用等号和大语号的这个符号 取代了Delegate声明匿名方法的方式 直接一个参数列表 加这样一个符号 那么后面加一个方法题 使得这个使用更加简单 我们可以实际操作看一下 那么我们上节课 这是我们的卖蒙大赛 假如横空出世 出现了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宠物 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卖蒙方法 这是无名参赛对象 后面这一部分 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Delegate表达式 那么这种宠物 它什么都不做 Do nothing 那么它就是这样卖蒙 并且这个卖蒙也没有名字 不知道是什么名字 这就是一个Lavana表达式 那么它直接可以定义 并且加入到我们的委托对象当中 然后我们进行执行 发现前面是狗狗咬尾巴的卖蒙 然后是猫猫 装出无辜表情的卖蒙 最后是这个无名的Lavana表达式 不知道代表什么宠物 进行了一次卖蒙 这就是Lavana表达式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